Hello 我是Space 2020年都到年尾了 2021年將會在Tarkov遊戲發展中最重要的一年 包括下一次洗白 Street of Tarkov的推出 以及Tarkov正式版本的定案 廢話不多說了我們馬上開始 Tarkov的正式版本將會在2021年定案 簡單來說就是 明年BSG就會決定好所有的調整 重新平衡遊戲包括槍械 經濟 防具等等 將會以調整好的版本推出正式版的Tarkov 定案之後Tarkov的正式版本推出 或者在Steam平台登錄的計劃 就應該要等到2022年 而關於大家最關心的洗白日期 他們現在不打算在Patch12.9進行洗白 暫時會按照原本的計劃在Patch13上wipe 所以今年內是一定不會wipe的 大家可以預計最快在2021年3月左右 我實在沒有信心他們可以更早推出Patch13的更新 而在官方Instagram上他回應 Street of Tarkov將會在下次的洗白推出 如果是真的話洗白就要來我們更加遠 Patch12.9右網可以選擇自己角色的樣子和聲音 而12.9亦都會有WOOS的地圖更新 之前已經提到過將會是現在的兩倍大小 整張地圖都會有改動 入場的人數也會有增加 以前影片提到過的防具客製化系統 有機會在下一個Patch推出 而命中判定系統的更新就會再延遲 原因是因為BHC暫時沒有這方面技術的工程師 實際上是什麼時候就不知道 反正應該要等 Street of Tarkov已經確定會有BOSS了 這個BOSS將會有8-10個Guard 會用RPD機槍 而這個地圖這麼大很難說會不會有多一個BOSS 將會有新的特別武器加入Tarkov 包括Motion Sensor Explosive Mines 說真的我最擔心的就是地雷 現在遊戲裡面已經有地雷區 但如果玩家可以把地雷放在切離點的話 真的打也不用打 未來將會新增一個功能 你可以設定好你的PMC的所有裝備 就像現在你武器的Edit Preset一樣 按一按之後就可以一次過帶好所有的裝備 說真的我非常想要這個功能 節省了不少的準備時間 反正到後期大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出門裝備 最好就是每個地圖都可以設置一套裝備 就適合了 Patch 12.9之後將會新增不少新的槍 Fractor Scar 都有機會在未來兩個版本更新加入到遊戲裡面 但是暫時沒有更多情報關於這一方面 我就先掠過了 以上 已經包括了最新的重點情報 官方直播裡面有不少的內容 我們以前已經提到過 那就不重複了 另外如果有朋友在煩惱 還解不解CoupleCase任務的話 我建議可以繼續解 因為洗白起碼都要等到夏年 解完它也無妨 最後喜歡頻道內容的話 記得subscribe和打開 notification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專門點以來